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我知道 但是公司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好好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就这样吧 进来吧 哥 你来了 想叫你一块儿吃饭买的 怎么样 我给你安排的房间喜欢吗 我喜欢给你换一个 不用了 挺好的 怎么了 一脸都不高兴 遇到困难了 之前张忆丽还跟我说 说我押注底下的员工不还不信 但是我现在终于相信了 下面的员工可能是因为我自立前 我只是董事长的女儿 所以 工作上极度不配合 更别说积极了 我现在头疼得很呢 你怎么办呢 投资部是公司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部门 自然会傲一些 他们向来不服从领导 只服从业绩 这样吧 我给你找几个好的项目 以你的名义投下去 我相信 我会帮你加完脚跟的 不过 这样的项目也不好找啊 不过 是哪个项目啊 非常适应的 行了 这事交给你哥我来办 走 先吃饭去了 不了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行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喂 曲红 你能帮我查一个项目吗 非常适应 你呀 要工作什么 几点了 都快十二点了 都快十二点了 不好意思 我没注意时间 没事 程阿姨在我家呢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啊 你让我帮你查查那个项目 我查到了 是一个VR供应商 具有非常高的投资价值 我建议 你赶快下手 我给你做了几点投资要点 你根据顶峰的情况 扩展一下就行了 好 我调查一下 这个VR的中文名字 就是虚拟现实 带你是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 我看见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什么 你说飞翔视也被抢头了 谁抢的 再说一遍 顶峰集团 爸 你看一下 不错 最近凌云在投资部 做得非常地不错 尤其是非常视野这个项目 创新性和商业潜力 都非常地高 这就证明凌云 商业眼光非常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个项目 征到手 那就是给顶峰挣到了一块宝啊 我知道 这个里边 一定有你这个当大哥的一份功劳 辛苦你了 爸 要别的事情你表扬我一下 我一定很开心 但这件事 真的不算是我的功劳 说实话 最近我一门心思地在储备递款 还要应付顶峰上市的事 所以凌云那边 我算是有心无力吧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真得谢谢他 虽然凌云在投资部遇到不少的困难 但是凭他自己的能力 他占满了脚跟 还做出那么亮眼的成绩 也帮了我不少的忙 爸 我真觉得凌云 他挺有商业头脑 眼光准 大局关强 在投资部再断那个两年时间 他一定可以担负更重要的责任了 你说得很对 担什么重责呀 爸 大哥 你不是去参加酒会了吗 不是想着你就提早回来的吗 四剑宇 你真是一个好大哥 这陈凌云已经是投资部的负责人了 你还想让他担什么重责 这公司呢 再往上走 就是我的位置了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把位置让给他吧 江总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过公司在你的手里面这么多年 确实也不温不火的 没什么突破吗 当然了 这个也不能怪你 毕竟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 您跟不上步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加上现在的趋势是年轻化了 顶峰也逃不掉 顶峰需要继续成长 就要迎来第二次创业 需要更多年轻人的热情和冲动 凌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公司的职位自然就是能者拘职了 你的意思是 我年纪大了 我想说的是公司的发展趋势 是与你的年纪嘛 跟我没什么关系 剑云 怎么跟莉莉说话的 那是你妈 爸 我有妈 谁稀罕能当你的后妈 我又不是没有儿子 喜个 刚才你说 公司要年轻化是吧 我们建峰够年轻吧 你刚刚说投资部做得很好 可你别忘了 投资部里面不是只有陈琳云一个人 还有我们建峰呢 愣功劳 那也少不了我们建峰吧 妈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什么都没做哪来什么功劳啊 都是我姐 什么都会 什么都愿意教我 我还挺佩服她的 佩服她什么呀 这个公司 是我和你爸 辛辛苦苦一步一脚印做出来的 你 跟这个不感染的东西 这些年来 吃喝拉撒都是我 青土壮男的血汗钱 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老拆我台呀 我想着你干什么呢 一点用都没有 我都说了我不去 你偏要我去 我去了又没有人教我 只有姐姐愿意教我 她什么都会 我什么都不会 我当然佩服她了 你 你再给我说下去 够了 都是一家人的炒乱炒熟的干什么呀 我还没有死呢 你们要是有多余的精力 都把它放在发展顶峰上好不好 整天的你死我活的痘 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一个是陪了我二十多年的妻子 一个是我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你们让我省点心好不好 爸爸都我死 你们才开心哪 是不是人 爸 怎么了 你们是吧 爸 爸 姐夫 姐夫 扶着爸爸回屋 我再说一遍 我还没死呢 司剑宇 这二十几年来装得对我毕恭毕敬的 现在终于人情毕露吧 不敢 张总这二十几年来 人前对我是关怀辈止 人后对我是冷卧忽视 我司剑宇一辈子都记得 顶峰是我爸的心血 是我的司斩 我当然要抱住 你说的自己多伟大司 司剑宇 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你和陈凌云联手 就能对付得了我 你以为那是你亲妹妹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小心点 给引狼入室了 到最后所有的好处 都给他拿走了 对自己家人 我当然放心了 不需要外人操心 外人啊 说得好 在这个司家 只有司消害 我 还有司剑锋 是司家的人 所谓的外人嘛 就是由你一个 赶紧给我滚出司家 是司机 有机会 快能赶紧给我滚出司家 感谢观看